今天一次是這樣問的 好 這是我們的今天題目 是建築啦 全部都準備好了沒 我剛有聽到有一個小朋友 應該不是一個吧 他進來的第一句話就是 坐下來就 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要蓋房子 就算我到中華民國總統 我一趕就沒有辦法辦一個活動 每個人可以蓋一種房子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主題是建築 你們聽到建築第一個想要什麼 所以大家蓋房子 還有呢施工 還有呢施工 剛進水 大因洽 大家都非常有概念 因為建築跟我們很貼的 沒有房子 我們現在也不可能在這裡活動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會怎麼做今天的活動 這大人看只有小朋友就一定就好 大概會分六個大的部分 然后从建筑带来最基本的梁啊柱啊 然后可以带一点点眼架红桥叠色 然后谈一下拱概念 最后注意一下利巴斯节奏 然后除了利巴斯有做巴洛克 巴洛克 我给你讲 这个主题因为太大了 所以一次讲不完 第二篇会讲 好不好 我们竟然进到两根柱了 两根柱 能不能告诉我 你想象印象中 比如说你现在在森林里头 然后你要过河 那个河很宽 这时候我们会想到用什么方法 个桥 刚刚谁说把树砍倒 yes 把树砍倒 然后那个方向还要调对哦 倒的时候刚好倒在河上 就可以过了 所以把树砍倒 那树是会变成一个 那个东西我们叫做梁 对不对 好 再来 如果你现在过这个河很深 你把树砍倒不够 你要把那整个桥把它降高 降高那个东西叫做 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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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就是一个是梁 一个是柱 我们常常见到 对不对 对不起 那这边呢 我们给大家 本来是打算给大家看一下影片 不是今天我们看了一下 有60%的小朋友 这影片我自己回去看 在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 UNESCO上面的 里面就有NHK帮他们拍的巨石阵影片 非常漂亮 我们看一下照片 小朋友这个地方在哪里 哇哦 爸爸跟你讲的嘛 OK啦 在英国 在英格兰 非常久 不久以前呢 这是从上面看 然后他排着一个圆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他那个 要不要猜一下 他一根柱子有多重 有八顿 比方大概有八顿 你说柱子呢 更重 二三十顿 我问你一顿有何重 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 你生活中最常见到 跟一千公斤差不多重的东西 汽车 YES YES 汽车 汽车是哪一种 Benz 还是Much 两个差很多哦 一顿的差不多是Much OK 那Benz 大概只有一顿 就有点危险了 好 我们再往他走咯 所以这个巨石阵 第一 它的梁很重很重 柱子也很重很重 其实大家想要问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古时候的人怎么把他搬到这里 很接近 你们知道 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个 等一下 有一种说法 你们自己回去查资料 因为现在网络这样发达 很多细节老师在这边不会讲的 有一种说法是 这个东西是我们观测 星象用的 所以每一年的那个夏至啊 或者是冬至太阳 透过这个巨石阵 跟另外一个石头的连线 就可以看到太阳 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那我们 因为我们不是考古学家 我们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件事 我提供大家做什么 好了 我们要听到第二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 我影片没有这么清楚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 小朋友 小朋友你现在如果要烤肉 对不对 这边 你要烤一只猪 烤一只鸡腿 随便 你最快的方法 是不是架两个树枝 然后把你的那个鸡腿 掉在那里 是不是就可以烤肉 对啊 好 那你遇到的第二个 好像都不行了 没有 生活的事情下一次会讲 你在这边要讨论 你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柱子的两只脚会怎样 会打开 会打开 对不对 那你打开你要怎么办呢 固定 固定 怎么固定 好 很棒 这边有一个解答 叫做用绳子把它绑住 就固定了 可是这是唯一的解法吗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插在土里 你可以用石堆把它固定住 有很多方法 好 假如你都解决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 你下来看哦 如果这样子你从这边压它 或者是从这边压它 它是不会断掉 那会断掉的话怎么办 人很聪明就想很多解法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 把它称起来 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称起来 或者用这样的方式把它称起来 就是用那样的方式把它称起来 好 你知道这件事情很早就有人做了 然后很多建筑里头都有 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建筑 是 谁认识 谁认识 好合掌村 刚刚 谁说合掌村 我 我 每个都说合掌村 合掌村 为什么叫合掌村 我们也做大师 还有我们走到合掌的时候 是不是 也这样 会做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动作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哦 这个叫童话哦 是在日本 可以 相信的位置 要往建筑 这是白天的样子 真的很漂亮 它也是 这是 结合国教科文组 组织里面的 世界 哦 可是我们今天是讲建筑啊 要不要开一下 它房子长 是这样的 好 清点 如果你看到一个屋顶长这样 你可以想到什么 你猜这边 会不会下去 会不会下去 会不会 会不会下去 会不会下去 纬度高 哦 麻烦你 你把那个合掌村的 金度纬度 背给我听 哈哈哈哈 不知道 不要背 拜托你上网去查一下 大家有了 好不好 屋顶这样尖尖的 好处是什么 下雪的时候 下雪的时候 哦 雪不会激在屋顶垂缩的 那这是怎样 还是会激血啦 只是不会激那么厚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内部结构 下面这个 好 好 小朋友仔细听咯 我要问你们问题 你猜人住在这里 上面 还是住在下面 下面 下面 好 如果是你给你选 你要住在上面 还是下面 上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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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我已经小朋友 还蛮近了 我也想要住在上面 好的 那如果人 我说一下 正常情况的人是住下面 它屋顶盖那么高 除了我们刚刚说 鸡血不会那么严重 以外 你知道它上面 那么多 很接近 可是 我会叫它 叫动物 但是我相信在座 80%的小朋友 都养过的一种 鸡血 鸡血 大鸡 大鸡 超红 好 你们小时候都养过了一个软软的鸡 好大 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一场 很有名的建筑物 然后 回到我们建筑的主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自己的结构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画的那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把它强化它的结构方式 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不在日本 这是在欧洲 然后它是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强化整个屋顶的结构 是不是很聪明 好 我们要进到第三个 红桥 红桥 红桥是什么 清明上河图 这个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的一小段 然后就有一个很漂亮的桥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 下面是一座 下面是一座 下面是一座河 你还问啊 书当然是河啊 对 我也觉得 谢谢你做出我心里的话 不好意思 来 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写 建造的时候没有用地 所以它 到底怎么造这座桥 先把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讲 有看过这座桥 真的搭起来这座桥的人 举手 好 那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看到 柯博馆 柯博馆 柯博馆在哪里 他说 好 各位有机会去到 柯立自然特别的博物馆 在台中 拜托你去看一下这座桥好不好 好 看一下系统结构 下一次你去柯博馆看这座很大大的桥 你除了在上面走以外 你要去下面看 它那整个桥面是怎么搭起来的 但是 我要Cue一个 Cue你们不行 Cue我们家小朋友好了 这叫中新的slogan是什么 大司 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搞那个 什么 科学清真体验 学习创意无限 好很棒 科学清真体验 创意学习无限 所以一定要体验过 你才知道她put style什么搭起来的 对不对 看一下 这个在故纲 故宮也搭了一個 你是不是有看到這個 他告訴你說 心靈上和圖上面那個橋到底是怎麼建起來的 用一個模型告訴你 好 如果我不知道 玉海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搭的是不是下面最多橋 是不是 對 我有碰我 妳好幸福 三合 三合 就是說搭起來以後 你看他盆栽放在上面都不會倒 對不對 因為他可以沉重 他結構是很完整的很堅固的 然後我們來看 來 這個是我們就是 我們團隊設計出來的這個空橋 空橋 好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沒有 應該沒有 這個都不能站上去嘛 我們放拔嗎 這個是100克 四把這個200克而已 六把 六把 七把 還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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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還可以 沒有關係 反正 五把 八把 六把 五把 三把 三把 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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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不用垮,我們這邊就結束,好嗎? 好! 不要! 要全部都做了 不行,要全部都做了 要全部都做了 要全部都做了 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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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大家問你們 來,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工作人員 把虹橋的這個體驗版本發下去 我現在要提醒大家的是 請你們看那個投影片 好,告訴老師 那個投影片上 每一根這樣子的這個梁 上面 如果挖一個半圓形的孔 它有幾個洞 4 4還是3 4 這邊有一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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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4 3 那你現在手上拿到的是怎樣? 是4個 有沒有人要猜一猜? 為什麼? 有想法的話,舉手 沒有加分,也沒有比賽 你說為什麼? 比較穩固 為什麼? 有更多的地方可以撐住 更多的地方可以撐住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很棒的答案 但是 有沒有其他想法? 假如我把這個跨具做得跟它一樣長 欸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欸 是不是就有其他的可能性喔 好 最後是給大家一個可能的方向 你現在手上拿一個棒子 你會摺 通常是哪一段? 中間段嗎? 所以如果你的設計是這樣 一個棒子 然後中間有挖一個孔的話 它結構最弱的地方 是不是又挖了一個孔 哇 那是不是更容易斷 所以 朱老師要講的東西 大家聽就好 我覺得我的學生比較聰明 就是這樣 好 來大家開始做你的拱橋 對不起 拱橋 好 那個一定要爸爸媽媽去幫個忙 我們任務工作人員也可以去幫個忙 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 這裡切回來我先講 可以參考朱老師的版本 然後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版本 有一個訣竅 中間兩個孔向上 我們會把那個切到兩邊的話 中間兩個孔向上 我們會把那個切到兩邊的畫面 我們照這個表面 有沒有看到你的後腦 沒有在那邊上面 這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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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那個 你要怎麼講 好啦 然後我們 收到人員也可以 中間兩個向上的 向上開頭 他就是向上 好 好 你要不要去前面看一下 我去前面看一下 一定要超過 對不對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 你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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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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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 對 至少有個橋 然後呢 再加 要加到多少才 去爸爸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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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要 你借我兩個 有一點參與 扶著 幫我扶著木棒 扶著木棒 這兩個扶著 兩手 一隻手各拿一個 等一下 然後 中間的兩個 爛牛型缺口 要向上 OK 你手可以放 中間缺口 要向上 你再給我一個 好 再來一個 好 Follow剛剛那個 你再扶著 提高一點點 對 來 OK 放 好 再來 好 好 好 對啊 就讓它 固定這樣 然後把上面的橋面 把它 後面這樣夠了 夠了 可是這樣人怎麼夠 沒有要讓 繼續啊 拱下這個 這樣子 它 沒有木棒啊 你要幹什麼 你現在只能疊這個 蛤 總共有幾隻木棒 就只有這樣啊 1 2 3 4 5 有七隻木棒 七隻啊 對啊 大家也可以穿好 那個 可以再 往 兩側 延伸 還要這麼擠 什麼 你去觀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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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一層 好 這邊是 但是它這一層呢 他一定是要合格 他去拖 拖個地方 你去看一下 你去觀察一下 綠色的 這個有綠色的 這個有綠色的 對 這個有綠色的 穿到對面嗎 是 那邊穿到第三個 第三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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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過哪裡 好 我們先試一個 我們先拉開一個 先拉開一個 先拉開一個 要過哪一根 你看 你看 你現在就需要弟弟幫忙 你跟弟弟講 你跟弟弟講 現在需要幫忙哪裡 對啊 幫忙哪裡啊 你跟弟弟講啊 我問問你 你不能夠跟弟弟合作 你不能夠跟弟弟合作 有 那你要去哪 要去哪 要去哪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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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幫你先 不是啊 先坐下面這一根 不是啊 它是兩個一組的 嗯 它是兩個一組的 一接 它是兩個一組的 一接中間 這個 要繼續加油 然後 李莉覺得很不準 我快完成 我快完成了 可是說我自己在倒數 怎麼辦 然後東西就被收回去 沒關係啦 待會兒你真的很有動機 然後你真的想把它完成的話 我快點忍下來 不要遺憾 但是我不要往下走 在哪裡 我再講呢 這三個 我們現在要講這個 這個東西叫蝶色 蝶色是什麼 我先講一下 這個時候呢 書本真的要出動 我們就做一下 蝶色是什麼 就是蝶東西 那如果你現在要蝶東西 你想要做一做 像剛剛那次那樣的紅色 那次那樣越疊越出去了 比如說 這樣是不是可以越疊 好啦 但是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的教具啊 因為太誘惑融了 好想吃啊 這個是然後把他收起來 就拿真正的書本來做 就放棄他 來 書本 上座 你看喔 大家可以看 如果我今天只有兩本書 滿簡單對不對 兩本書 這本書放在它上面 不要倒的話 裹上就倒了對不對 如果不要倒是要往後退一點點 他要退多少 小朋友跟我講 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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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相信物理學家說的話 物理學家說 理論上 一半 你看 超過一半 像這樣好超過一半 痛 兩本頁一模樣 所以我們要一半再割來一點點 對 然後他就很穩定 他會倒 沒有錯吧 好啦 如果我要再疊一本書上去 現在是二本書 這個東西要站在它上面 而且要在它的上面 不能超過邊邊 超過邊邊 就會跌倒 對不對 那要多少 有人說三分之一 有人說四分之二 二 有人說四分之二 好 一人對一下 二分之一 好 你有沒有加答案 好 請相親物理學家 物理學家說 這邊是二分之一 這邊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然後你要說 可是我不太相信物理學家說的話 就是五分之一 就給二分之一 你就注定以後來念物理系 然後會有教導 我就會告訴你 這三本書 四分 四分刺激一點好不好 四分刺激一點好不好 二分之一 我真的是爽 差不多四分之一 下一個是多少 三分之一 八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十分之一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好 好 上來 加油 而且我跟你講喔 書 是我們的生命 如果讓他掉到地上的話 你就要賠我一條命喔 不是啊 這個要再往外多一點喔 我現在在這裡喔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圈圈 所有的人都是見這個人 沒有 這邊切齊嘛 切齊 然後我們現在要讓這個書 再往外閃 再擋一點點出去 就贏了 那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現在多少是 現在的版本 來 啊 不能請他讀 來 吳凱伯伯你上來 對 對 來 幫我讀一下 轉看多少 大概八十 對 八 八 八十 沒有 這不是八十 好啦 反正刻度八十 不是八十 大概在這裡 好 我做個記號 來加油 你可以有很多次機會 但是只要任何一次他 掉下來 不 不是那裡啦 整個要往外 這個還要切齊這裡 然後整個要往外 看你要以哪一本都可以 我現在的刻度在這裡 好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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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你也知道我們 讀這個 數據是有誤差的 有millimeter 以內算誤差 這不算嗎 就是 我如果現在讀到八十 也不算 超過八十五才算嗎 OK齁 好了齁 他有我的男子 因為是他的命 OK齁 好了齁 凱伯兄 奶命 快快快快快 他說快快快快 快快快 多少 超過九十 超過九十 你還有下一步啊 你知道哪一個 你回去要幹嘛 量一量 這個數幾公分 來量 28點 然後去算一下 是不是符合 朱老師剛剛說的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六分之一 然後你都還可以往下 算 算 他最常可以出快多少 對不對 剛看完這個實驗 手有點癢 我們先看一些影片 然後我們來再結合 這樣的一個結合就是聯色 可是聯色是從這個結合開始 我們先看一下 他做出來有哪些 有建坡 這在巴厘島 不不 好 這在哪裡 武功夫 武功夫 對不對 你有看到他那個門那邊 也是這樣 疊疊疊疊疊疊 疊疊疊上去 對不對 這個呢 是什麼東西 我待會兒跟大家講 但是 現在我們要發另外一組材料上去 做什麼 請發材料 我把 遊戲規則 待會兒跟大家宣布 先不就請 小圖長把 聖明沙發 好 可能要先從最上面 最上療 它只是2分之1 2分之1到最後面 等於是2分之1 的 2分之1 1分之1 十六分之一 八公分 八公分 這前面就八公分 連這邊就是 我看不懂 剛好八公分 好 五個囉 好涼 長度 假如你已經超過八公分 超過 超過零 是八呀 所以當好八公分 還是四公分 五分下明三 別四成頭 五分下明三 五分下明三 就是要讓明三 就是推四顆 然後要 剛剛是八公分 四顆 不是五分 四顆 二 一塊 像剛剛呢 推出去啊 推到要九公分 剛剛是八公分 哈哈哈哈 五成 我們剛剛是不是疊五成 我們現在改變條件喔 現在只要四成 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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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要量一下 這個有多長呢 這每一個橡皮差有 4.3 4.3公分 4.3公分 兩個加起來是 8.6公分 所以如果 你用四成 你可以達到 你要九號 八點九公分 將近九公分 九公分 九公分 九公分好了 反正就是多 一個橡皮差 要超過 要多一個橡皮差 五個橡皮差疊四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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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沒有最底的那一個橡皮差 開始往前算 他那個 概念是 不錯的齁 來 請看是不是呀 你要往外長過來 其實是這個錯的齁 來 請看 最好試試 我們剛剛做了一件事情啊 剛剛很多小朋友你知道 我遇過最賴皮的小朋友 他第一次是這樣點 五個喔 好 五個 這樣 喔 我贏了 我最常 我說不行 大概五成龍 所以給我很多個是這樣賴皮的工作 這邊先不講 如果呢 我們是從 這邊當作我的基石 就是最下面的那個石頭 然後我往 這邊開始長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橡皮擦 我現在手指的這個橡皮擦 已經超過下面的橡皮擦的 身體 已經超過去囉 那我為什麼做得到 這件事情 上面有一個橡皮擦的 壓塔 對不對 好 請你記得這件事喔 好 請你記得這件事喔